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 今天是2020年9月2号星期三 五十佳元 这次亚太报道的表内容包括 央视澳籍华裔记者程磊被监视居住 为什么被抓 外界仍然一头雾水 经济内循环变成国民经济循环 有何差别 新浪微博内容 这种审查员是如何进行审查的 捷克议长维特奇在台湾立法院演讲 用中文宣誓 我是台湾人 深圳要学习新加坡模式 大建保障房 行得通吗 15名在美国的中国访问学者 被要求离境 是什么原因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被中国扣留的环球电视网 澳大利亚籍华裔主持程磊 目前仍被在指定住所监视居住 扣押的原因不详 据了解 程磊曾就中国处理疫情的手法公开发表评论 有分析认为 有外国公民身份的程磊 并非异议人士 当局的处理手法很不寻常 详情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一口流利英语 谈吐充满自信 程磊这个名字对于中国电视观众来说 并不陌生 一夜之间 作为财经节目主持 自己也成为媒体的焦点 澳方早在上月14日 从中方收到程磊被拘留的通知 约两个星期后 澳大利亚驻中国领事人员 与身处拘留所的他进行视频通话 澳方至今没有交代程磊被拘留的原因 只说会继续提供协助 澳大利亚和英国媒体星期二相继披露 今年3月 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处于高峰期间 程磊曾在脸书转载相关消息 当中曾提到率先公布肺炎疫情的 眼科医生李文亮 以及提倡开展感恩教育的 武汉市委书记王中林 并发表个人看法 现年45岁的程磊出生于湖南 早年随父母移居澳大利亚 曾在财经频道CNBC工作 过去8年一直在央视旗下 中国环球电视网担任英语频道节目主播 环球电视网网站已删除介绍程磊的页面 以及他主持节目的视频 商业顾问澳大利亚援助中国大使瑞杰瑞 以往曾多次接受程磊采访 他不排除好友被捕 与他在脸书的言论有关 程磊被拘留 我感到震惊 财经报道在中国一般不会被视为政治敏感 但脸书、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 却被认为高度敏感 受到中国政府紧密监控 据了解 程磊目前正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表示 这引起了澳大利亚舆论的关注 成雷出事后 外界把他和去年在中国被捕的 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相提并论 但冯崇义认为 杨恒均是以涉嫌间谍罪被捕 程磊却是央视主持 当局的处理手法很不寻常 央视这些女主播 通常是跟上省有很密切的关系 他是澳洲的公民 如果他不是犯很大的事 让他去出附近 让他走人了事 他是指定地点军事居住 所以一个是对政治意见的人事 在维生历史很不平的使用 跟国内对那些官员的双规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是蛮严重的一种做法 其实现在很多人 如果我在内对这个案子是一头误使 外界关注成雷事件 会否导致急剧恶化的澳中关系 雪上加霜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博明翰表示 两国的经贸关系可能出现变化 在北京 中国外交部表示 没有关于成雷的信息要公布 但表示中澳保持良好关系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说 美国正在考虑采取紧急措施 暂时禁止所有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 来美国求学与进行研究 与此同时 北德州大学上周突然宣布 结束中国公费访问学者的交流计划 要求15名中国学者紧速离境 景听记者郑重生的报道 蓬佩奥周一接受 华盛顿地区电台的访问 再次批评了中国共产党 通过各种方式渗透美国的大学与研究机构 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而当节目主持人问 如果美国在几年内全面禁止 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来美国学习研究 这会不会更容易更快速地对付中共的渗透 蓬佩奥说 虽然不是每一个来这里的中国留学生 都在奉命为中国共产党工作 但是总统特朗普是有认真考虑这种措施 在美中关系紧张持续升温的情况下 蓬佩奥的这一番针对两国学术交流的谈话 让身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感受最深 不愿据全名 2017年就到加州学习电影的 增性中国留学生就告诉本台 自认是世界公民的他 在追求更广阔自由的创作路上 一直期许自己不要让国籍身份 限制了接触世界的广度 但美国的政治 尤其是美中关系这三年来的变化 反映在中国留美学生的处境 我知道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可是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个体 在这样的一个洪流中变得非常无力 但只是现在这个时候让我会觉得 这个地方你的人没有那么有美丽 或者是大多数好像没有那么有美丽 会怀疑 因为你的处境的确变得很难 中国留学生面对什么样的难 曾同学说 美国政治上对中国的针锋相对 美国民众是会受影响 与相信一些荒诞政治语言的 不只是实习的机会变得更难寻找 他说自己的一个美国朋友开始相信 是中国的5G发展 造成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 这让他难以置信 他会自问 这个地方还值得自己再花大好青春留恋吗 而在美国的南部德州 持有J1签证的中国公费访问学者 在北德州大学却面临措手不及的处境 德州地方媒体单段记事报周一就报道 美国北德州大学突然宣布 要结束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合作关系 要求目前15名的中国公费资助的访问学者要离开美国 这个决定来得突然就连当地的美国学生也感到意外 主修政治的北德州大学在学学生斯金纳就透过电子邮件告诉本台他的想法 我请我的同事代读 北德州大学在包容性与多样性上享有声誉 学校的这个决定来得突然 而且没有解释原因 在新冠肺炎疫情如此艰难的时刻 学校应该要有更好的解决之道 也欠校园一个解释 我认为我们需要聆听中国访问学者的意见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96年 是直属中国教育部的非盈利事业法人机构 除了公费赞助中国留学生赴海外学习 这个基金会也提供外国学生奖学金赴中国的大学就读 而在美国 有中国解放军背景的人隐匿身份 利用签证诈欺赴美求学的案例评传后 美国对中国的疑心也更加恶化 这些个案点滴累积 让中国留学生与中国访问学者 在美国校园面对更多的猜忌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告诉本台 麦卡锡主义已经引然在美国的校园升起 美国这就是最后把自己这些一流大学都打成二流的了 中国的留学生是美国各大学 招说的最聪明的学生当中的一部分 这就是美国自己关闭自己 他愿意关闭就关闭呗 这样下去就麻烦大了 对美国来说麻烦大了 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将近37万 连续10年蝉联美国国际学生最大来源国 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预三成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亿万网民都深受中国网络审查之苦 封锁网站 消耗删帖 对内容进行敏感词过滤等等 是人们熟知的审查的方式 但是外界很少得知 网络审查员到底是如何进行大规模的审查的 前新浪微博的内容审核员刘立鹏最近挺身而出 勇敢地说出了中国互联网审查的细节操作内幕 他告诉中国的网友 勇敢说话 拒绝作恶 以下是记者唐家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2020年3月来到美国之前 前新浪微博审查员刘立鹏一直在试着发出声音 向世人揭露中国审查机制的内幕 80后刘立鹏在天津长大 大学毕业后于2011年进入新浪微博 担任微博编辑的工作 刘立鹏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他很快意识到这份工作正是内容审核员 刘立鹏提供给本台的资料显示 他的工作内容是每天接受指令 透过细致的操作 清除微博上敏感内容或账户 还有一个网警部门在一旁上班 他说审核员都知道 那是恐吓网民抓人的部门 一开始刘立鹏消极的反击 默默解封或通知用户 我对于审核员的观察的话 就是说中国社交网络因为防火墙 因为这些舆论的引导 变得很脏很脏了 2016年刘立鹏把新拿到的 微博内部的工作日志 交给在纽约的非盈利组织 保护记者委员会 2020年刘立鹏意识到新冠疫情后 政府的全面监控 让自己不再安全 西家来到美国 公开日志并决定走向台前 如果我不勇敢的话 那我怎么能劝告别人 我说别自我审查别害怕 中国数字时代的创办人 小强告诉本台 刘立鹏提供的上百页 微博审核工作日志 极为重要 至少三位在北京的微博员工 向本台核实刘立鹏工作日志的真实性 但胜数员工应担忧安全问题 不愿具名 至结稿 新浪微博官方并未回复本台查询 微博的内容审查是如何进行的呢 刘立鹏介绍 第一步是机器审核 高敏感词如六四法轮功直接删除 第二步才是人工审核 内容审核员坐在电脑前 面对这些讯息 能有五个操作按钮 银 纸 撕 删 通 另一个鲜少被谈论的中国审查及舆论控制方式 是针对用户的分组 刘立鹏提供的日志证实了这种模式 他点名几位在平台上活跃 为共产党带风向的大五毛账号 如环球日报的总编胡锡进 习武一 孔庆东 司马南等 这些账号特别被允许谈论敏感词 且由高层的内容审核员控管 所以大家都涌到他那讨论 因为他可以说出来对吧 每当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的这条信息就会被单审 所谓的单审 就是过滤评论 这个评论经过过滤以后 才展示出来的 一边倒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力的这样的舆论场 让你认为我大家都那么想 从观察 近几年来 微博上纵容某些五毛的仇恨言论 让他感到不安 类似仇恨香港暴徒 仇恨穆斯林 仇恨西方的话语 在平台上持续发酵 并对中国用户达到一种起脑的作用 审查机器最怕的是什么呢 刘立鹏停顿了一下说 审查的根本是利用指令的模糊性 和人类因恐惧而产生的自我审查 恐惧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审查审核员根本就忙不过来 如果用户不去自我审查 拒绝自我审查 拒绝作恶 刘立鹏说 尤其对于那些月领仅三四千的审核员 这种差事根本不值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呢 对经济内循环一词做出了解释 即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的联通 另外呢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近期为民众不舍的花钱伤透了脑筋 想请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在中美关系恶化以及新兴肺炎疫情下 中国经济继续下行 当局早前提出的经济内循环政策被认为是闭关锁国 光明网本周二发表文章写道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上周在中南海召开的一个座谈会 当于通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多微智囊之口将经济内循环格局 变更为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澄清外界对中国闭关锁国的疑虑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退休教授杨烧正周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经济内循环一词的感觉是对内循环 他现在改了个名词叫国民经济循环 他就把这个范围扩大了嘛 国民经济循环它有内循环有外循环 还有一个新发展格局的疫情后 中国要面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围堵 多位贸易多位经济这块肯定是要受重大影响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提出一个新发展格局 比较此前的经济内循环给人负面影响 杨烧正认为新发展格局的提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月中旬首次提出 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两个月后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提出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直到上周提出国民经济循环 暗示不会闭关锁国 对此山东大学毕业的金融学者司令对本台说 经济内循环和北戴河会议当中提出的这个国民经济循环 我认为两者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都是中国政府做好了一个与美国经济 以及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面脱钩的准备的一个前兆 光明网的文章称 经济内循环先是老百姓有消费的欲望和能力 然后有实体企业和正常生产 另外就是健康运营的市场秩序 这样才能形成循环 不过如何刺激百姓消费 却是让当局头痛的一件事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 上周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 进行了大会发言 他说要着力推动 解决老百姓有钱花 敢花钱 想花钱 放心花 合理花的问题 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供动力 经济学者杨烧镇认为 中国民众有没有钱才是关键因素 中国国民有没有钱 不能一概而论 根据李克强提供的这个数据 中国6亿人 他的人均收入是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 还有3.6 他的人均收入是在1000到2000人民币以下 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讲 他们是给他们满足基本的简单的意识逐行的需要 他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 金融学者司令认为 中国居民由于长期缺乏生活保障 很多居民有储蓄的习惯 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 将来只可能因为缺钱导致自己的命运 发生了这个天翻地覆变化 所以说他们就会高储蓄 而不敢近期消费 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就长期产生这么一个体制性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中国一线城市深圳自7月15日推出房地产 严控政策后 又于8月底推出提高保障房 压缩商品房比例的新政策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的节点上 推出重磅房地产新政 被业界认为具有风向标意义 但这种政策能否顺利实行 又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城市 是否有借鉴意义呢 请听本台记者王云的报道 不愿居民的金融创业者H 来深圳已经12年 在经历了疫情期间 网络金融行业崩塌 换工作等等折腾后 他的小家庭安稳地留在了深圳 但一谈到深圳的房价 他还是直言太高 受访者不愿用自己的声音 我请同事代读 房价飞涨给大家带来的压力 确实是非常大 特别是2015年以来的上涨 基本上新一波毕业生来了深圳 买房子基本上很难很难 对深圳房价的抱怨 多年来屡见报端 官媒新华社2012年的一个报道统计 在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中 深圳非户籍人员 对房价满意度最低 高房价产生的几出效应 已经和深圳自身的城市定位 产生了尖锐矛盾 高科技的产业需要吸引人才 但深圳的高房价 却阻碍着人才前往深圳 曾在国内多个城市 考察过的中国前民营企业家 胡立任 对这个矛盾深有体会 所以8月28号 当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学凡在公开演讲中提到 要学习新加坡模式 向深圳的保障房提高到60%的比例后 立即在媒体引来了积极的响应 但房地产新政能否解决高房价问题 却让观察者有些犹疑 深圳的H先生认为 这个政策在推行过程中 有可能会遇到不同方向的拦路者 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 背后有利益集团 他们会给政府施加压力 他们中一拨人 可能是需要房地产来吸纳就业 因为经济快撑不住了 需要这一块来带动和刺激 实际上 增加保障房 压缩商品房比例的政策 在中国既不新也不独 据第一财经报道 深圳住房和建设局 与局长张学凡口中 所说的新加坡模式 是新加坡从1964年开始推行的 居者有其屋计划 这种新加坡模式 是让住房回归民生属性 中国的上海、重庆等 一线和准一线城市 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实行这种政策 深圳自身在十三五期间就提出过 要建设40万套保障厨房 但这种政策的实施状况 显然还难以让人满意 狐狸任分析说 政策落实 还要看当政者自身的利益计算 比方说同样一块土地 它要去衡量 就是我造了房子 我卖出去的 我政府的收益 跟我把这些人吸引进来 让他们低价或者免费的去支付 给政府产生的这个收益 他们要去比较 狐狸任对保障房60%的比例 这个数字表示了怀疑 今年8月26号 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的日子 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 已经站立了40年 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但深圳的房市新政 能否为深圳的经济发展在天助力 还有待观望 自由亚洲电台网云 华盛顿报道 最近武汉相继有肺炎死者家属 对当局提起诉讼 但家属要想讨回公道 却困难重重 除了法院不予立案 部分死者家属和协助他们的公益人士 先后遭到恶意重伤 有人怀疑武汉当局是幕后黑手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立以来 先后有40多位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 咨询求助 至今已有4个受害者家属提交诉讼 参与顾问团的公益人士杨展青表示 虽然法院不予立案 但有组织索赔 让武汉市与湖北省政府感受到压力 也导致当局骚扰当事人的行动升级 我是被一个好心的网友提醒 说有个叫张海的人在Tilegram群里找我 说我给他虚假承诺 可以100%的告应武汉政府 提前支付了我10万元律师费 现在上诉结束了却找不到我了 说我拿着他们受害者的钱在美国享福 而他却要向亲近朋友们还债 所以在四处找我去逃回那个被骗的律师费 有意维权的肺炎受害者家属持续受到滋扰 当局也把杨展青描绘成外国势力 大部分和我联系过的受害者家属都被锁在辖区派出所 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电话或者上门警告 不要和我联系 有的还被传唤的派出所做笔录 有的受害者家属呢是直接收到那个社区网格员的电话短信警告 主要就是说我是在美的敌对分子 我觉得对方冒充张海散布虚假信息是一方面想让和我合作的律师受害者家属 因此不信任我一方面呢是想让那些新的求助者会因担心受骗而放弃求助 杨展青认为法院不予立案并不是个别职员非法办案的问题 而是对类似案件的统一处理手法 剥夺了原告人的起诉权利 他说受政府控制的法院不可能偏向原告 法院不立案实际上就说明法院也承认政府理亏 作为中国第一位提起诉讼的肺炎受害者家属 张海发出声明否认杨展青曾向他收取酬劳 他确信自己被人冒充 背后是武汉市政府一手安排 因为前一段时间武汉政府和深圳联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在两边查我 包括查我的什么经济情况 什么查得清清楚楚 张海一直认为父亲的死武汉市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和医院责无旁贷 要求三方赔偿约200万经济和精神损失 他承认曾就赔偿问题与武汉市政府谈判 但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存在分歧 未能达成共识 他重申 作为普通受害者家属 自己的诉求并不过分 如果当局有诚意解决问题 他也不会高姿态 接受媒体采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 正在台湾访问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 一号在台湾的立法院演讲 他引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名言 我是柏林人 以中文说出 我是台湾人 表达和台湾共同反抗中共的心愿 台湾的立法院院长尤希坤 向维特奇颁发一等奖章 表彰他不畏强权 在国际社会支持台湾 请听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北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威吓 将付出沉重代价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 一号按照原定的行程 在台湾最高名义 殿堂立法院发表演讲 讲题是民主国家团结一致 致力捍卫共同价值 维特奇表示 参议院是捷克共和国最自由民主的机构 他要自豪地说 我们访台之行 受到参议院96%的支持 维特奇援引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名句 做结语 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菲茨吉拉特肯尼迪在他著名演讲 我是一个柏林人 明确反对共产主义和 压迪迫政权并支持西柏林人民 他表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只要一任被奴役 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然后他用 我是一个柏林人这个句子 他向柏林人民和自由最高价值表示支持 维特奇接着说 请允许我以同样的方式向台湾人民表示支持 允许我以有可能更谦虚一点 但是同样坚决的句子结束 我在贵国立法院在台湾的演讲 肯尼迪当年特别用德语讲了 我是柏林人 维特奇也特别在以中文讲了一次 我是台湾人 引起在场立委四度起立鼓掌了长达两分多钟 立法院长尤席坤制赠国会纪念议事锤 并颁售立法院国会外交一等荣誉奖章给维特奇 游席坤表示 在联访的过程 捷克媒体提问关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扬言维特奇率团访台挑战所谓一中原则 将付出沉重代价 而捷克最大代表团访台意味突破台湾的孤立吗 游席坤说 他的来访就是证明台湾的存在 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不管是捷克或者台湾的政府跟人民 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抗威权 维特奇强调访问台湾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因为捷克有自己理解一个中国原则的方式 他们不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良好平等互利的关系 维特奇强调他访台的三个目的 是加强台杰企业科技和创新的合作 并确保捷克共和国的主权以及独立性 民主世界不应该听从其他国家的命令 尤其非民主国家的命令 加上台湾和捷克共享相同的价值 他们执行的是国会外交关系 对于维特奇在台湾立法院用中文讲出 我是台湾人引发热议 民进党吉利伟邱毅盈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回忆 他听到维特奇讲 我是台湾人的感受 大家都非常感动 全身起鸡皮疙瘩 然后就非常感动 大家就起力鼓掌 在全球到处打压台湾的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还是有不畏强权的人 跟不畏强权的国家 这个时候选择跟台湾站在一起 选择跟台湾做朋友 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是意义非凡 而且他是用成立台湾是一个 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到台湾拜访 这个对台湾在整个国际的地位的提升上面 这个当然是一个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黄台北报道 针对中国外长王毅威胁捷克参议院议长 将为访台付出深重代价 欧洲的火车头 法国和德国一号双双声援捷克 强调欧洲必须捍卫自己的价值 不接受中国对捷克发出的威胁 另外中德外长会面时 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 与示威者在外交部门口抗议王毅到访 并敦促德国对中国迫害人权的行为有所回应 请听记者蔡玲法子巴黎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德国期间 威胁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 将为访台付出深重代价 受到德国舆论的高度关注 不止德国议员愤怒地 立即呼吁欧盟各国应该立场一致 声援德国 德国和法国一号也都发声支持捷克 王毅9月1号在德国柏林会见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 会后记者会上王毅重申 捷克参议院议长率团访问台湾的行为 是干预中国内政 但是马斯指出 就捷克议长访问台湾一事 他已经与捷克外长通过电话 马斯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外长的身份说 欧盟在边界以外也要捍卫欧洲的价值 成员国在外交政策肩并肩 用互相尊重的态度对待国际上的伙伴 反之也因如此 这种关系下不容许用威吓 马斯请北京政府不要动辄摆出威胁的架子 像对于捷克议长这样的恫吓 欧盟国家无法接受 法国外交部今天也明确表示 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对话 互惠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这是加深我们伙伴关系的必要条件 因此法国不能接受中国对欧洲联盟成员国的任何威胁 我们表示声援捷克共和国 德国国会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根特 一号就在媒体上对王毅的威胁表达不满 呼吁欧盟立场一致 避免捷克被中国报复 他批评 中国会长在访问德国时 竟然亲自出言恐吓另一个欧盟成员国以及其议员 这个事实是对外交和民主的亵渎 罗根特指出 欧盟成员国是承认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仍有可能访问台湾 台湾不是全球地图上的空白地 而是必须处理的现实 欧盟应该迅速达成共识 保护个别成员国不被中国报复 马斯重申欧盟对香港问题的立场 呼吁中国收回香港国安法 他说 德国希望香港的一国两制能够完整实行 并尽快恢复立法会的改选 不要再阻扰 并撤销香港国安法对港人自由的限制 针对新疆维吾尔族人被大量囚禁的问题 马斯建议由联合国组织独立观察团到现场调查 他并宣布德国与中国下周将举行人权对话 讨论新疆等问题 在德中两国外长会面时 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德国外交部大门前抗议王毅到访 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 联同当地议员参与示威 提出人权不可议价的口号 敦促德国对中国迫害人权的行为要有所回应 罗冠聪在演讲中强调 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非常行不通 他指出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为 通过对话和接触就可以说服北京实行民主改革 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他说中共这个极权政府是反其道而行 欧盟必须加大施压中国 要求中国尊重基本人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近日接连发声表示香港没有三权分立 林郑月娥更表示 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不是全面自治 而是中央授权给香港 此言一出引来各方的非议 颠覆香港各界过去20多年的共识和核心价值 香港过去到底有没有三权分立呢 请听记者吕希和文海新的报道 香港高中通事教科书 进教育局专业咨询服务审阅以后 新版教科书删去或者修改当中 有关于三权分立的内容 香港教育局长杨润雄周一表示 香港无论是回归前后都没有三权分立 是县界港府官员第一次公开否定三权分立之说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二回应的时候 没有就此说法澄清 反而为杨润雄的说法背书 他斩钉截铁地说香港没有三权分立 他要手持香港基本法的小册子 表示根据基本法 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并不是全面自治 而香港享有的权力都是中央授权给香港的 他要补充香港的限制架构 就是一个行政主导的架构 而行政主导的核心就是行政长官 以现代政府来说就是他本人 香港是没有三权分立 香港是没有三权分立 这种享有的高度自治并不是一个全面自治 这种享有的行政权 立法权 司法权 并不是一个和中央分权的宪政制度 我们享有的权是来自中央授权给香港的 这三个机关 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 按基本法 大家要互相做自己的职能 互相制衡及配合 但最终这三个机关 透过哪个机关或哪个人 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就是行政长官 他说司法界人士 所指的香港有三权分立 只是行政 司法和立法机关功能上的分工 以及互相制衡 港府高官单方面解释香港没有三权分立 而本台记者翻查据料 过去无论在教育界 司法界 甚至是在亲北京人士和港府官员当中 三权分立几乎可以说 是香港各界的共识和核心价值 记者翻查香港教育局的官方网站 找到了一份在2011年 由当时的终审法院长润法官撰写的简报 当中以权力分立 或称三权 形容香港的司法制度 并在一个以中小学校长以及教师为对象的讲座上面发布 然而记者周二下午在登上教育局网站查阅 发现这条连结已经失效 然而怀疑教育局是否特意抹去痕迹 以配合教育局长香港没有三权分立之说 不过要完全抹掉历史痕迹又谈何容易 香港民间研究平台本土研究社就发现 香港立法会最早出现三权分立的记录 是在84年当时清英国的立法局议员谭慧珠首次在立法机关当中提出三权分立 当时他说维持香港安定与繁荣 有赖法治、经济和人民的行动自由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而而自从谭慧珠在90年被揭发涉嫌利益冲突 而不再获得委认为立法局议员以后 他的言行就越来越清北京 到了现在已经成为了清北京阵营的代表人物 而过去多位港府高官也曾经公开谈论三权分立 14年前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曾经说 司法机关不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 这也是西方国家常说的三权分立 16年前财政司司长曾志黄曾经表示 香港应该保持三权分立 而在法律界01年 时任中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曾经表示 权力分立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 14年先任中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也表示 基本法清楚定名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三权分立的原则 前通识科教师杨子俊周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 这次官方制行演绎何谓三权分立 难保官方日后又会重新演绎何谓司法独立 并会因应官方的标准改变 而要求更改教学内容 他估计近期不少反送中案件备受关注 认为港府是要削弱司法独立的机制 这是前所未见的 政府可能想营造一个新的观点 其实这是一个常态 所谓三权分立 他们是不认同司法独立 从一开始就认为应该是行政主导 或香港政府才是最大权力的那个 他们可以根据其认为的社会状况 决定香港可以如何被管制 所以希望可以削弱司法独立的机制 去看香港应该走哪一个方向 香港法律局立法会议员郭荣康表示 林郑月娥的说法让香港突然失去了三权分立 他强调三权分立是普通法底下的重要限制原则 香港过去二十多年以来 无数的案件都是基于这个原则作出判决 这也是电台记者吕熙文海星香港报道 台湾的国防部公布中共军力报告书 首度证实解放军每天派飞机和军舰 在海峡中线以西执行例行性巡逸任务 研判解放军飞机飞越台湾西南空域将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中国解放军宣布将在黄海举行军事演习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台湾国防部31号公布2020年中共军力报告书 首度证实共军每天派遣机舰在海峡中线以西 执行例行性的巡逸任务 研判共机飞越台湾西南空域将成为常态化 国防部这份报告书目前只公布给审查 明年度军事预算的立法委员看 对于该份报告书所提及 中共机舰日日巡逸台海是从何时开始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王定宇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这个就不好讲了 但是在这两年应该已经逐渐变成一个例行的巡逸 它不是巡逸台海 它是在我们中线以的海域空域 那以西的范围很大 因为在海峡中线那边有一条南北的民航的航道 还有三条从中国内陆往这个航道过来的民航道 这在马政府的时候他们自己划设的 所以在航道周边他们都会有一些巡逸的动作 至于多久范围这个就要暂时保密 国防部报告指出未来解放军恐怕将借以例外 惯例常态等手段常态性的派遣基建 在台湾西南海空域活动 以压缩国军战演训空域 并企图增加国军应对附和 王定宇说 日本方面已经把他们的海军陆战队部署在西南岛域 也加强部署了日本的暗制型的反舰飞弹 也在西南岛域 那美军最新编程的滨海战斗团也会往这地方部署 而台湾的部分海风大队的移动式的飞弹发射车 在东北角或西南角都有加强部署 而这些动作其实就是在让这两个通道不是成为共军来去自如的地方 会有天之力 该本报告书还指出 解放军已经调整当面机场部署 于浙江、福建、广东等空军机场 陆训增助新式战机以及无人机 借此提高空中战力以及兵力灵活度 并企图借由优势兵力和数量争取台海空优 加大对台的空防压力 并对接近中国沿海的美国侦察机加强应处 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也说确实诸布大陆透过战机侵犯中线 以及防空识别区增加次数 陈国明认为军事越透明越能够增加民众的国防意识 是安定民心而不是仰赖国防部两年一度才公布的国防报告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为了帮助中国在民主转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三家海外团体星期二发起了海外宪政运动 并首次发行了中国宪政通讯期刊 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当天表示 他们希望为未来中国建立制限的框架抛砖引玉 并最终出版一部中国版的《联邦党人文集》 以下是记者驾傲的报道 几个月来 美中关系已经陷入了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华盛顿几年前对中国发起的经贸战 无尽蔓延到了外交、军事、科技、媒体等各大领域 海外宪政运动就在这样的美中新冷战背景下应运而生 这场运动是由三个海外民主团体共同发起的 包括华盛顿智库对话中国、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青年宪政会 值得注意的是 青年宪政会是一群华人留学生在今年6月刚刚成立的 以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 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在海外宪政运动宣言中说 他们关注并希望积极推动中国的重大社会转型 但他们更关注如何确保中国在转型发生后 能够巩固民主化成果 使其政治转型平稳运行 他们认为在中共统治结束后 中国应尽快建立起一个以宪政框架为基础的政治秩序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避免重蹈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覆辙 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王丹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 海外宪政运动并不是要替中国人起草一部新宪法 而是为制宪提供一套理论支持 我们并不是要拿出一部完全新的宪法了 在具体的想法上 我们不会用一种新宪的形式呈现 而会用一个宪政框架的集合的一个政策白皮书的方式呈现 这份宣言还说 他们将讨论中国制宪的一系列框架性问题 包括如何制定一部新宪法 如何建立制宪的合法性 如何具体操作制宪工作 以及最终如何执行新宪法 不但如此 他们还会讨论中国应该采取联邦制 邦联制还是单一制 议会制还是总统制 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等具体政治制度问题 及各自的利弊 除此之外 他们还将重点关注如何解决香港 台湾 新疆 西藏等地区的独立或民族自觉问题 他们希望在此基础上 持续发布宪政研讨文集 专题报告 宪政周刊 并最终出版一部属于中国人的联邦党人文集 联邦党人文集是18世纪末 三位美国政治家 在制定美国宪法的过程中 写下了有关联邦制度等问题的评论文章的合集 这部文集被认为是研究美国宪法 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指出 任何国家的民主转型主要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公民的觉醒和抗争阶段 第二阶段是转型阶段 包括政治气氛放松 言论解禁 释放政治犯 筹划民主竞选 制定新宪法等等 第三阶段是巩固阶段 使得这个新的民主制度能够逐渐成长成熟 他举例说 如果中国没有在第二阶段打好制限的底子 在第三阶段就很可能出现问题 王天成表示 海外宪政运动就是在打这样的敌击 历史上许多国家在获得民主转型的机会后 都经历过转型的失败 或者在建立民主后没能巩固民主 那么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去总结经验教训 做得比过去好 在新闻发布会当天 运动发起人还首发了中国宪政通讯双周刊 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王丹在发刊词上说 这份期刊将介绍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 公开征集各方观点和主张 发布这场运动的最新进展 研究成果和政治理念 并借此以文会友形成一个成熟的政治反对派 王丹还写道 中国人的事情最终还是要由中国人自己完成 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抱怨 不满和愤怒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些情绪上 我们必须开始尝试做一些事情 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行动和参与 对话中国智库理事会召集人王君涛表示 他们希望这场运动能够超越国界 凝聚全球有识之士的力量 我们有信心这场运动会成为全球华人的一场运动 国内的决者虽然不能够在国内组成一个线下运动 但是可以在海外的这个平台上 形成这样一个讨论中心 思想和学术是没有国界的 真理更没有国界 王丹透露是新冠疫情发展 他们计划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某个时间 在洛杉矶举行第一场宪政公开讨论会 就如何在中国制定一部新宪法开展对话 ZRJ电台记者嘉奥华盛顿报道 全球海外民运人士共同倡议 改变中国2020行动 不仅敦促各国通过中国人权法案 也将设立所谓变天帐 鼓励中国的老百姓一起结束中共暴政 促成民主转型 建设民主政体 真正改变中国 相信请听记者刘飞的报道 这个改变中国2020行动联盟 是由包括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日本和台湾等许多地方的民运人士 一起倡议 其中列出七大宗旨 包括游说并敦促各国政府 通过中国人权法案 游说各国政府禁止红色媒体 以及孔子学院之设立与泛滥 曝光那些为中共做事的海外中文媒体 企业 社团及侨领 筹组海外团队来援助中国 协助中国人民组建团队迎接变局 设立变天帐 收集中共官员侵犯人权资料 促请各国制裁中共不良官员 鼓励中国官员和百姓举报 促成中共内部分裂 发起人之一西哈诺在记者会上提到 这次行动计划中设立变天帐的主要目的 就是把焦点转向中国人民 因为改变中国最大的力量是来自中国内部 不能单靠海外 世界南蒙古尔呼拉尔台议会主席 西海民批评中共最近对内蒙古大规模进行汉化教育 要灭绝蒙古文化 这显示如果共产党不瓦解 中国就没有多元的民主自由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 也分享了维吾尔族常年受到中共迫害的问题 如今他们的组织已经向国际海牙法庭递交材料 准备控告习近平和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等人 他们并组建了维吾尔受害者数据库 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遭迫害的事实 已经超过了有一万多个维吾尔人 以自己家人的亲身经历去作证 所以这些数据库的数据都可以 每一个人站出来就可以指控 而且是有名有姓 我们做起诉 做证人我们都可以 另一个发起人李一平说 从新疆 西藏 香港和内蒙古等一系列事件 可以发现中国迫害人民越加不择手段 更需要海内外集结力量一起对抗中共 虽然中共政权看起来巨大 但已经出现了危机 目前改变中国2020行动联盟 正在游说各国政府通过中国人权法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导 各位听众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 星期二公开谴责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竭力将藏传佛教中国化 并且严重践踏西藏高僧转世权为主的宗教自由 据西藏之声报道 洛桑僧格当天就习近平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表态 做出回应 洛桑僧格强调 西藏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藏人的信仰 而是中共当局的镇压与失败政策所致 只有通过中间道路政策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 才是解决当前状况的唯一办法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星期二发布的最新报告警告说 有迹象显示中国计划将其核武库储量在未来十年翻番 其中包括可以攻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 五角大楼在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性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 中国核武部队的技术现代化以及扩边 已经成为北京当局在国际上谋取自信地位 以及力争在2049年赶超美国而成为亚太主要力量目标的一部分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宣布将暂时对部分中国商品 包括智能手表以及医疗口罩等予以关税豁免 但相关措施与此前的一年延期豁免相比 此次仅截止到今年底的节假日为止 印度与中国边界驻军举行会晤之际 印度外交部星期二指责中方在主权争议边界地区实施挑选行动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 由于印度采取了及时的防御行动 印度得以阻止中方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 据路透社引述印度官员消息透露 在中方上周末企图入侵喜马拉雅西部拉达克地区之后 印度军方已经向四处战略高地派遣了部队 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